是什么让康熙发出了最强音 让我们回说到两天前 一个草原人走进了兵器铺 眼中满满的欣赏之色 只见一个女人正在挥舞着长剑 一下子刺中了她的心房 看着天真浪漫的微笑 瞬间就让她迷失了 老板 这个姑娘是谁啊 兰奇格格呀 当今皇上的掌上明珠 她就是康熙的心腹大患格尔丹 随着兰奇儿出门 赶紧追了出去 可是却以不见女人的踪影 而此时的康熙却不知道 格尔丹就这样大摇大摆地 混入了京城 只是得知格尔丹的使者 带着两千人马已经到了城外 说是要尽惊拜见她这位皇帝 康熙嘴上一脸傲气 内心却慌得一瓶 赶紧集掉精锐密布皇宫 在安排大阿哥以皇长子的身份 慰问俄日朝三国使臣 以彰显大国气度 不想应试一上来就陷入疯狂 面对几国使者的唐一炮弹 立马就沦陷了 有沙俄送上的精致火枪 日本送上的精美短刀 还有朝鲜送来的夜明珠 硬是不禁感叹这些国家盛情难却 带着这些礼物就打算回去显拜 礼部官员看到大阿哥离开 这才赶紧提醒着 明天皇帝正式召见各位 到时候需要把礼物贡献给皇太子 礼物 刚才我们已经送给皇太子了 从才来的不是皇太子 而是皇长子 使者们一听就不乐意了 刚才为什么不阻止 礼部官员也很无奈 当着皇长子的面 他也不好插嘴 你不说 谁知道你们有那么多毛病 那礼品不是他的 我得要要回来 给了人的东西 你还能要回来 如今礼物送错了 必须要给要回来 这下子工作太被动了 可是使者们万一把话传到皇帝耳中 自己的小命难保 于是 硬着头皮来到硬士的府上追回礼物 刚才的喜悦 瞬间化成万般的憋屈 没有想到自己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不光是他 就连一旁的惠妃 也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 一个是皇长子 一个是皇太子 虽然一字之差 却是天上之别 一个做主子 一个是当奴才 那洋人做的没错 这是你的命 本来他就对儿子寄予厚望 内心的野心已经复苏 此事更让他坚定了夺敌的决心 一日 三国使臣带着礼物 拜见皇太子 急匆匆地在硬士面前飘过 又勾起了昨日的心酸 于是他不顾礼仪 悄悄地离开了大殿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应仁 从太子之位上给拉下来 就在这时 康熙召见蒙古部落使者觐见 假扮侍卫的格尔丹 一眼看到了心爱的姑娘 看到此人如此无礼 康熙顿时有些吃味 你的膝盖 不会打弯吗 格尔丹这才不情不愿地跪下 康熙也懒得跟他计较 随后问起此次前来想要什么 臣奉格尔丹大汗令 请皇上将克尔克草原 封给格尔丹 并正式策令 格尔丹为东蒙古大汗 一句话就到破了 格尔丹统一蒙古的野心 自从保日龙没来到京城 他就明白了 昔日的喀尔喀部落 已经成为格尔丹的囊中之物 此次所求 无非就是希望朝廷 公开承认这个事实 格尔丹下一步 想灭哪个部署 格尔丹大汗 只想与大清皇上和睦相处 何无相处 格尔丹把他自己当作一国之君了 他是不是还惦记着 北京城曾经是原大都啊 大汗万万不敢有此意 为了拖延时间 他不得不咽下这个苦果 可他也不甘心 警告他们一定要遵守大清的律法 如果再肆意扩张 一定会受到朝廷的严重制裁 朕这里不光有封赏的恩旨 更有八十万铁骑 朕搁代单 臣记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